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过去这几天咱们持续关注徐州丰县 铁链母亲八孩父亲的事情 已经是做了成系列节目了 那么到现在徐州是第4次发布公告了 咱们也可以看一看 反正就是说这么一件事情 持续发展至今 官方似乎是给了一个说法了 但是感觉所有一些地方不对劲 我们可以先看看第4次的公告 这是2月10号最新发布的 封县生育巴哈尔母亲调查的情况 近日经过省市公安局对杨某侠 光某英还有蒲某马这些怎么说 生前遗物进行DNA检查对比 结果为杨某侠光某英 符合母亲关系结合调查走访辨认组织 认定杨某侠就是小花梅 小花梅是谁 小花梅就是它是云南 之前在云南 然后被拐到这边来的 他在那边的小名就叫小花梅 连名物都没有 这里就开始去刑事责任了 经公安机关侦察 这董志明 董某名 你不要加某了 还丧了某妞 使某中涉嫌管卖妇女罪 上述三人已被采取形式强制措施 你这些名字你还加个某 你还想保护他们吗 直接念名不可以吗 说为了保障姚某侠积极家人生活保障 封县民政部已经对他们进行低保 教育部依法落实学生资助政策 保障其自己受教育的权利 复联的爱馨志愿者和镇村干部帮助照顾老人 对其子女进行关爱陪伴和生活照料 后期将根据对案件的处理情况 依法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确定监护责任 看似好像有了一个好的结果 是吧 第一保障学生资助政策 然后强制措施 那么在网友这么大力的关注之下 现在终于想起来进行低保了 还有很多人没低保呢 咱们在关注这件事情的同时 还有好多那些女性被关在屋里面 衣不遮体 那是不是全部都要去关注一下 全部都要给她进行一些低保 对于他们的孩子 现在是对于这种铁链母亲对他的孩子是进行了资助了 那么对于其他的孩子有没有 对 现在我就是提出这么一个疑问 关注点在哪里 就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这个问题出到哪里 就去解决哪里的问题 有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 还有说像这种这种三某牛十某钟 是吧 涉嫌拐卖妇女 现在是要把它给强制控制起来了 之前早干嘛呢 如果说网友不这么去关注的话 他能够被抓起来吗 与此同时咱们也可以看看之前 还有三复通报 咱们也都可以把它过一过 第一次通告 女的叫杨某霞与董正常领证结婚 第一次就是王先生问题领证结婚 你们这些关注的网友散了散了 结果大家不依不饶继续去关注这件事情 然后就来了第二个通告 流浪女不知道是哪里人被董捡到 好像董志明好像还是一个好人的 然后第三次通告 这一次稍微对了功课了 云南叫小花梅被父母拜托 同村好心人带到江苏治病 顺便找个好人家好心人途中 与小花梅走散 不报警也不通知父母家人 其家人好像也没有找过 这是第三次的通告 第三次通告也是跟犯罪也没有关系 也不聊贩卖妇女儿童的事情 因为我们为什么持续去跟踪 报道这件事情 关键就是一个要杜绝 尽量的去杜绝这种人口买卖 因为每一个人口买卖 丢失一个就是说亲人 那比杀了别人还难受呢 就是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就是有时候再大的悲剧 人都能挺过来 唯独这种家人失踪 是挺不过来的 一辈子就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顿道的鸽肉 一辈子都在忙这些事情 直到最近第四次通告出来 好像终于说开始去惩戒这个人犯的了 那么节目做到这里 可能就是说跟我之前的节目 有些人说老黑你就打脸了 之前不是说杨某侠就是理营吗 是吧 在这里咱们还要再延伸的去思考一些问题 就是说关于DNA的鉴定 我听说DNA的医学鉴定部门也是被当地给控制住的 也就是说徐州他说杨某侠是小花梅 他就是小花梅 他说他是理营 这就是理营 在这里你不能够说他徐州发布就一定是对的 那么在这里我还依然 就是说李大成说了 这就是我的侄女 他们俩做亲子鉴定能不能做 而且我觉得你要是做 你尽量找一个第三方机构 你不要在徐州去做这么一个DNA的鉴定 这又是一个线 这又是一条线 李营到底是不是李大成的侄女 这也是一条线 而且像陆陆续续跟了这么多期 像说到徐州本地上期节目也说了 学校里面都有人贩子去参与这件事情 把人给带过来之后就是说骗走 孩子就是让外地的孩子来这边上学 包括那些小孩子出中生也骗 这是当地的被采访的村民 他口中的一些爆料 当然你要说实际的证据不证据的 这个还真不好 就是说当地的村民 对于这种人口管卖 已经暴露出非常多的信息 其实只要这些执法部门 他们要是真的要是下决心去跟除这种现象 是有这个能力的 关键是他们自己是否去做这些事情 或者说他们可能认为打击这种人口贩卖 对于我来说无利可图没钱赚 你比方说那些开工厂的那些做生意的 我什么工商税务消防卫生 我一查的话钱都是几万几万的赚 这搞人贩子能赚多少钱 对于他们来说好像就没有这么一个利益驱动 其实凭借现在先进的高科技的这种水 这种科技发展 完全可以把人都找出来 但是他资源他不用在老百姓身上 这就是最大的悲哀 最大的悲哀就在这里 所以说今天不是有人给遮招吗 一旦有人被拐一定要给家人去交好这些招 一旦出现人贩子或者说莫名其妙的人 要把自己给强行绑架走干嘛的 你不要喊救命抓坏人 你不要喊这个没有 你越喊别人离你离的越远 你该怎么喊你该喊什么打倒共产党啊 打倒这个习近平啊 或者说习近平我是吧 叉叉叉是吧 彭丽媛我叉叉叉是吧 你如果说你被别人所绑架的时候 你马上就去把这个反党反政府反习近平的口号 你喊出来马上一窝粉红 这还了得把他抓起来 一抓你就把你给救了 知道吧 所以说怎么说 我突然之间脑回路想到一个什么打败你的 不是是吧 不是同行而是跨界是吧 拯救你的不是你被绑架 而是因为你反党 知道吧 这个逻辑你搞清楚 反正这个事情咱们跟了这么多期 现在说是开始 惩罚这个人犯子了 我估计到最后怎么说呢 虽然事情会有一个结果 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令大家满意的结果 顶多也是一个为了糊弄老百姓的结果 就是说找一些替队羊 把他们就是象征性的法办就算了 因为像这种事情 你要是往跟就往深了去追究的话 可能就是老鼠拉木仙一拉一大串 没有人是清白的 没有人是干净的 就是说像这种事情 徐州前后4版通告 每次都是自己打脸 每一副都是前后矛盾 被网友逼的没办法了 闹得这么大了 它象征性的对来动作 我觉得到最后可能看似是一个比较美满的结果 有个不是说美满 就是说给大家一个交代 实际上也是一个糊弄 只能这么说 后续的事情发展 不知道还会发展到哪一步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里 好吧